欧洲议会投票通过350亿对乌克兰援助计划 又一批乌克兰飞行员完成培训 俄罗斯超远距离达项目多人获行 哈马斯没人感谢新瓦尔大卫 黎巴嫩总理和前总理批评伊朗干涉内政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23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视频 首先做一个更正啊 昨天我们说到 一名俄罗斯战犯飞行员被清除的是 实际应该称为去纳粹化 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平民 采取血腥杀戮的手段 完全符合纳粹的定义 更具体点说 9月份乌克兰至少有208名平民死亡 1220人受伤 成为2024年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 延续了7月份开始的伤亡人数增加趋势 根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认可的数据 在2024年2月份时 已有3万多名乌克兰平民伤亡 其中1万多人死亡 包括579名儿童 2万人受伤 包括1286名儿童 时至今日这些数字进一步扩大 特别是今年7月以来 俄军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 导致伤亡人数成加速上升趋势 另外由于战争 乌克兰人口减少了约1000万 占战前组人口的四分之一 大部分是逃离到国外去了 但俄罗斯人不要忘了 任何罪行都会在日后得到公正的惩处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们也注意到有些信息 渠道认可的乌克兰平民伤亡数字 显著较高 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可高专办的数字 一方面 联合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统计和筛选手段 在权威性上污出其诱者 另一方面 乌克兰政府是现代和高效的政府 对人民提供了妥善的保护 自战争开始以来 不曾出现短时间内大量丢失领土的情况 没有大面积的饥荒和万语 平民伤亡多来自俄军的空袭 因此统计较为到位 不过很遗憾的是 在乌克兰人正在遭受战争苦难的情况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里斯 依然跑到喀山去给普京捧场了 他的副发言人法尔汉 哈克还信誓旦旦的说 古特里斯去俄罗斯参加会议是标准做法 秘书长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依然保持不变 然而他却不能解释 在这个结果眼上去喀山 到底传达了联合国什么样的信号 倒是哈萨克斯坦比较明智 总统托卡耶夫表示 正在考虑加入金砖国家的提议 但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加入该组织 这给了很多吹骨手当头一棒 中亚国家主要包括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等五个国家 其中哈萨克斯坦最为重要 不但国土面积相对其他四国大得多 GDP总额也比其余四国相加还要多 哈萨克斯坦不参加是明智之举 参加的国家越多 越谈不了什么正事 人为各方自说自话的一个脱口秀大会 更好笑的是 有些人说 金砖国家已经占全球人口总市的41% 因此金砖货币马上就要通行世界了 那么请问这些人 你们即使用卢布结算工资吗 只有像G7这样参与国手 各方利益高度一致 价值观基本等同历史上有山客源源和合作基础的组织 反而能迅速应对国际形势 做出很多立竿见影的决定 甭管那些专家教授们如何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事实是G7目前是 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仍将是国际重要地缘政治事物的决策和引导中心 其他任何组织都比不上 欧盟的行动力也是刚刚的 欧盟议会刚刚投票赞成对乌克兰的35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 518票赞成 56票反对 61票弃权 完全是压倒性的局势 这次欧盟通过欧洲议会决定队伍援助 让欧尔班党无法动用所谓的一票抚决权 想为俄罗斯躺避党车也找不到抓手 让很多鼓吹欧尔班的博主感到灰头土链 很多人认为欧盟应该踢掉熊阳力 不过以眼下的情况来看 形势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我们始终坚信 像熊阳力这样还指望着欧盟开放市场带来的丰厚红利的国家 根本就不会战正打从先例跟欧盟唱发调 无非就是闹一闹 会哭的孩子有饭吃 到了真要让他们做出抉择的时候 他们还是翻得很轻的 中东方面 贝鲁特10月22日传出消息 黎巴南珍珠党媒体办公室负责人阿菲夫22日说 珍珠党将继续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动袭击 之前他们放出了无人机 对内塔尼亚胡的住所进行了攻击 又在放最狠的话讨最毒的打了 以情报能力而乱 珍珠党在摩萨德面前可什么都算不上 用无人机打内塔尼亚胡住所 无非就是显示我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罢了 其他的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相反 内塔尼亚胡已经声明 珍珠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接下来必然要对珍珠党的战争进行到底 还是哈马斯嘴硬奇怪 法新社21日援引哈马斯消息人士的话称 哈马斯暂时不会选举已故领导人新瓦尔德接任者 目前哈马斯由位于卡特首都多哈的一个五人委员会行事领导职责 他们原计划于明年三月举行的哈马斯领导层改选案 在此之前不会选举新瓦尔德接任者 这个委员会是在哈马斯前前领导人哈尼亚遇刺身亡后 于今年八月成立的 包括最有可能接任新瓦尔位置的哈利勒海亚 以及扎哈尔贾巴林 哈利德·麦莎阿勒 穆罕默德·达尔维什和哈马斯政治局秘书等人 我们估计大概没人敢接这个位置 唯苦让哈尼亚从前前领导人就变成了前前前领导人 邪恶分子都是这样的 有好处的时候 拼命把联合国援助的物资变成自己的资产 有危险的时候呢 就你不上我也不上 什么是私利内染啊 这就是 有一位据说是新加坡漫画家王锦松的作品 就十番传山 这两天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 黎巴南总理和前总理分别齐声谴责伊朗 对黎巴南内政的干涉 黎巴南媒体日前报道了黎巴南总理米卡提 对伊朗进行的罕见的批评 这位总理以前还是亲占助党的 结果最近召见了伊朗驻黎巴南代理大使表示抗议 原因在于哈梅内议政权对黎巴南渗透泰山 什么都要插手 哈梅内议的伊朗议长竟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说 要和法国直接谈判 解决涉及到占助党的联合国决议执行问题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原来啊 法国一直把黎巴南看作自己的藩属国 非常维护黎巴南 所以乙军向北进攻占助党控制的地盘时 马克龙第一时间跳出来 说要停止向以色列约送武器 结果立刻被内塔尼亚胡怒 说没你法国我们也能打赢 法国肯定要被钉在耻辱柱上 而伊朗驻长竟然说 要直接跟法国谈占助党的事情 完全跳过了还有一个黎巴南政府的存在 可见在伊朗人心目中 根本就是把占助党当成黎巴南的合法代表 没有把黎巴南官方政府当干凑 伊朗驻黎巴南大使在悬护级大爆炸中被炸伤 至今还在养伤 伊朗大使竟然也拿着占助党的悬护级 可见伊朗对黎巴南的渗透之善 所以黎巴南总理指责伊朗干涉黎巴南内政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 黎巴南前总理西尼乌拉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 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南的袭击是战争罪 但同时强调是珍珠党没时找势发动的冲突 导致整个黎巴南因此受苦 伊朗对珍珠党的供火又把黎巴南推进了崩溃的边缘 他强调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珍珠党在2006年和现在都是战争的挑起者 黎巴南总理和前总理对珍珠党和伊朗的批评令人眼前一亮 以前黎巴南政府向来对伊朗和珍珠党忍气团生 现在敢于直接批评 表明他们认为以色列进攻黎巴南南部 事实上对于黎巴南政府恢复对南部地区行政职能是一种利好 他们看到了解决珍珠党问题的可能 本来就是一帮恐怖贩子替伊朗打代理人战争豁乱中东 在某些媒体的嘴里却被美化成了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而战争抵抗石鹿途径的乌克兰英雄 却被污蔑为替美国打仗的代理人战争 这都是什么逻辑 自打俄乌开战以来 河地板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三卦 让人战争彻底了解专家教授和骗子博主 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见解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咱们稍后再会